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会重点讲解新闻里提到的三个词汇 作业 物资 展开 第一个词 作业 我们平时听到的作业意思是老师布置的功课 也就是homework 但今天新闻里的这个作业意思不一样 它是指为了完成生产和军事训练任务等而布置的活动或者工作 比如说 高空作业 野外作业 新闻说 极地考察船经过一天多的破冰作业 一号到达了南极中山站 冰上卸货地点 另外一条CCTV新闻说 驻日美军基地搬迁 沙土装船作业启动 填海造地在即 第二个词 物资 物资是物质资源的简称 物资包括的范围很广 比如 自然界直接有的物资财富 也有些是中国人的劳动所取得的产品 例如 救灾物资很快发放到灾区人民手里 另外一则CCTV新闻说 青藏线上汽车兵风雪兼程运送进藏物资 第三个词 展开 意思是在较大的范围内 大规模或大力地进行某种活动 比如 阿拉斯加渔镇频发 亲力工作展开 另外一则新闻也说 鹅已准备好渔美展开会谈 好 我们再看一下今天学的三个词 作业 几地考察船经过一天多的破冰作业 1号到达了南极中山站冰上卸货地点 物资 救灾物资很快发放到灾区人民手里 展开 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与美国展开会谈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